驻美中华总会馆和旧金山中华总商会等社团 11月24日在中华总会馆大堂举行记者新闻发布会 赞扬旧金山消防局中国城分局队长于翰杰工作出色 在代理消防局助理局长期间表现可圈可点 大力支持并预祝他出任正式助理局长 于翰杰感谢中华总会馆和中华总商会及乔社各界 他很荣幸获委任为代理助理局长 希望不负众望做好分内工作 也希望大家鼎力支持为华裔争取更大荣光 中华总商会会长屈国雄表示 中华总商会将一如既往支持华裔参政议政 鼓励并恭贺华裔公职人员晋升管理层 于翰杰助理局长在旧金山服务消防局 已有约25年工作表现突出 故此就其工作能力而言 出任助理局长时乃绰绰有余 该总商会希望也期盼他此次能顺利晋级 中华总会馆资深商董曾于1992年出任消防委员的五旋灿指出 旧金山消防局以往晋升工作人员时有明确标准 包括工作年限及考核成绩他称赞于翰杰在这两方面都达到要求 是一名合格人选他呼吁华裔各界人士与乔社领袖大力发声 支持于翰杰升任消防局助理局长 中华总会馆代总董李电邦说 他为于翰杰先生升任消防局代理助理局长感到高兴 该职位是目前华裔在旧金山消防局出任的最高职位 显示于翰杰这20年在消防局的工作受到肯定 努力没有白费 他希望于翰杰在新的工作中为华裔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为华裔争光 李电邦表示旧金山华裔人口目前占旧金山的三分之一 于翰杰出任消防局助理局长能代表华裔在政府层面发声 使华裔更清楚了解消防局运作和对社区消防问题的处理 让社区可以更好配合消防局工作 他预祝于翰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多位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 呼吁社区各界人士积极支持于翰杰升任消防局助理局长 也非常为他感到高兴 就是翰杰先生呢 他能够代表我们华人能够升到消防局 到目前为止最高的职位 也代表他的二十多年来的努力 没有白费 我们希望他在新的职位上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为我们华人争光 因为我们华人有占三分之一的人口 假如他能够在消防局代表我们发声 他知道我们华人的需要跟那个有一些黑点 他不大清楚 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职位上代表我们跟市政府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